讲书很辛苦,赞助很幸福,我是大纲司令,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扶摇直上,作者,俄成知县 第101章,杏花的麻烦 接下来两天,王俭又想起人事安排上的事 虽然把权力放给了下面的两委成员,但并不是说完全就由他们说了算 如果他们识相的话,就应当积极向他汇报,让他来做主才是正事 如果有人不识相,真相信权力完全下放了,那他就不得不主动干预 财政所长的人选现在还没有想好 虽然答应宁兴公,提名人选,但也得忠他的意才行 财政所里的几个人,他也算了一下 现在除了杨军才是所长外,还有两名副所长 一个是胡斌,另一个叫王美霞,是个女性 县河乡里有三美,分别就是邓美娜,萧美英,王美霞 王美霞是其中之一,长得不错 如果从胡斌和他之间提名一个的话,王俭还真不好说用谁 胡斌的资格最老,能力也不错 就是不善于领会领导意图,也就是说不大懂政治 用他当财政所长,时间一长,说不定就让宁兴公拉了过去 王美霞是个女同志,目前的立场不清 作风上倒没听说有什么问题 虽然用他当财政所长,也未尝不可 但现在的态度不明,怎么好用他 金管站现在没有副站长,拿下徐东强更没有合适的人选了 计生办那边他现在不想过问,不如完全放给方志明去搞 调整的时候,找来找去找不到自己的人确实是比较难办的事 就这样坐在办公室里想着,桌子上的手机就响了 王俭拿起手机一看,是方树增 连忙接下电话道 方县长,有什么指示? 方树增哈哈一笑,说道 王老弟,我能有什么指示啊 最近一直没见到你老弟了 今晚有没有空来县城一趟,我们聚一聚 通过上次修路勘探的事情,王俭与方树增交往不少 逐渐很熟悉了 虽然他是县领导 但知道王俭的能量不小 也没有把王俭当成下面的一般的乡镇书记来看 因此打起电话来,是称兄道弟的 不知方树增为何突然要和他一起吃饭 王俭笑道 方县长有什么指示 就直接说吧 我一定照办 哈哈,王老弟快言快语 果然痛快 可是我真的想跟王老弟喝一杯了 难道王老弟不赏我这个脸吗 方树增大笑道 听到方树增这么说 王俭要是再推辞就不大好了 于是说道 一切听从方县长吩咐 晚上我去县城找你 就这样定了 晚上联系 方树增答应了一声 挂断了电话 放下电话 王俭在猜测方树增到底要干什么 正在想着 突然听到外面有吵闹的声音 吴磊敲门走了过来 说道 王书记 最先隔的老板娘要见你 姓花要见她 王俭的眼神一愣 好久没有再和她接触了 而且以她现在的身份和地位 也不适宜再与她交往了 怎么还来找她 来找我就找我是了 怎么还那么吵闹 王俭不解的问道 吴磊说 地税所的杨所长和他吵了起来 他这才来找你的 地税所所长叫杨从明 属于县地税局直接管理的干部 虽然与县和乡有一些关系 但主要还是县地税局在管理着 王俭与他打交道不多 你让他们两个人都进来 王俭吩咐道 吴磊就走了出去 把杨从明和姓花都叫了进来 杨从明走在前面 姓花低头走在后面 他现在见到王俭有些紧张了 谁能想到王俭能这么快当上香委书记 虽然香委书记他也见过不少 但看到王俭威严的样子 他还是感到不大自然 杨从明虽然只是一个古籍干部 但县和乡并不能决定他的升迁命运 因此他没有像其他中层干部那样 在王俭面前有些拘束 他很自然地站在王俭面前 看着王俭说道 不好意思惊动了王书记了 王俭抬起头看向他问道 怎么回事 还吵起来了 杨从明说 最先隔的税收很长时间没交了 我带人去收税 他不但不交 还谩骂我的人员 骂完之后 还要到乡里找王书记 您给评理 我跟着他来 还纠缠我 和我吵 王书记 您可要支持我们地税所的工作 要不然我们今后没法收税了 到时候完不成任务 您可不要怨我们呢 闻到杨从明身上一股酒气 王俭问道 姓老板 是不是这样的 姓花抬头说道 不是这样的 是他乱来的 王俭的心头一惊 是他乱来的是什么意思 杨从明到饭店里乱收费了 应当说经常做生意的人 与地税的关系应当是一直不错 今日为何反常的闹起来 我怎么乱来的 杨从明立刻回头怒声说道 话音一落 王俭很不满的看了杨从明一眼 在他面前那么大声说话干什么 这不是在蔑视他的存在吗 杨所长 你先别说话 让你说的时候你再说 先让姓老板说完 王俭板着脸说了杨从明一顿 杨从明瞅了姓花 不再说话 姓老板 你一定要实事求是的把问题说明白 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 有什么事敞开了说好 王俭又对姓花说道 姓花的眼里突然冒出了泪花 说道 他 他摸我 你胡说 杨从明猛的大喝一声 把王俭都吓了一跳 这个杨从明要干什么 王俭严肃的看向杨从明 突然说了一句 杨所长 麻烦你出去一下 等会儿你再过来 王书记 你千万不能听他这样的女人胡说 说我摸他 完全就是诬陷 杨从明不愿意出去 怕姓花再在王俭面前乱说什么 看到杨从明的反应 王俭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姓花虽然风扫 但也不是谁想上就能上 要是发起性子来 谁也进不了身边的 估计杨从明酒后想乱姓 姓花不从 杨从明就借口收税 来压姓花 姓花就恼了 而杨从明酒后 也不让事就吵了起来 谁也诬陷不了谁 我先和姓老板聊一聊 你先出去一下 王俭又说了一遍 杨从明还不想动 王俭火了 说道 怎么回事 我说的话不管用了吗 看到王俭火了 杨从明才走出房间 姓花要过去把门关上 王俭道 不用关 就这样 王俭怕关上门 会让人怀疑他在屋里 与姓花不知干了什么 不如敞开大门 让大家看着 别让外人乱猜 怎么回事 姓老板 你是做生意的 怎么会和杨所长闹起来 难道你不考虑你以后的生意吗 杨从明走后 王俭和蔼的向姓花问道 姓花以前 从来没有找过王俭 办过什么事情 以前和王俭的那点事 他就当一段风流的运势 就算过去了 而且本来就是他勾引的王俭 与其他那些整天 想着与他做好事的干部不同 他从王俭身上 没有什么得到回报的想法 但今天这事不同了 杨从明不仅仅是想摸他那么简单 因为醉仙阁现在面临了一个竞争对手 就是对门新开的好运来大酒店 大酒店的老板好像很有一点背景 一开业就拉了醉仙阁的不少客员 然后工商税务的人员 开始到醉仙阁里免费吃喝 各种收费罚款也多了起来 姓花也想再施展他的魅力 让这些人高抬贵手 但感觉不大管用了 在有背景的老板面前 这些东西实在不堪一击 今天杨从明到醉仙阁里 又海吃海喝 喝完之后就对姓花动手动脚 姓花上来也忍了 但他的手下却要姓花再多交一笔税款 否则就要罚款 姓花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 也不是事事逆来顺受的 本来好运来的出现 就让他感到焦虑不安了 现在这些已经喂饱的家伙们 没事还来找事 书可忍 大爷也不能忍了 就跟杨从明闹了起来 无奈 杨从明人多势众 姓花一气之下想到了王俭 现在想跟这些官柜对抗 只有找更大的官柜才行 便和杨从明吵了几句 就跑进乡政府了 杨从明也跟着进来 姓花就把这些事跟王俭一说 王俭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这一段时间都在外面忙着 对乡里新开张的一家酒店 都不知道 如果真是如杏花所说 杨从明就是不该了 县和乡要发展 必须要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才能吸引投资者前来投资 而好运来的老板 他的行为就是不正当竞争行为了 而杨从明等人的行为 就是助纣为孽 滥用职权 下一步 县和乡就要开始招商引资工作 如果还是这种工作作风和态度 谁还敢来投资 姓老板 你说的可是事实 王俭关切的问道 姓花说 我没有一点假话 王书记 你要是不信 可以去调查 王俭沉思了一下道 那我知道了 你回去好好经营你的饭店 如果再有人去你饭店里免费吃喝 你马上打电话给我 我要看看到底他们是怎么吃得下去的 如果再有人来乱收费 你也一样打电话给我 今天事情就先这样了 不要再吵了 你看怎么样 没想到王俭如此支持他 姓花洗出王外 说道 王书记 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请你的客 王俭 微微一笑 说道 这倒不用 我也不是专门关照你 只要还有其他违法行为 违纪行为 这些我一定要查处 姓花这才感受到王俭是一个大大的好官 与以前的乡委书记可是不一样了 他们才不会真心关心他的死活 相反 而是官官相护 明着批评他们 实际上是与他们一伙的 而王俭 完全不一样 这本书叫扶摇直上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和评论 喜欢我的播讲呢 还请多多打赏和赞助 感谢您的支持 想在第一时间聆听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登陆喜马拉雅 搜索大纲司令 进行收听 讲书很辛苦 赞助很幸福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 俄成知献 第102章 胡斌的所长梦 杏花就走了出去 王俭让吴磊通知杨从明进来 谁知道过了半天 回来说 杨从明没吭声就走了 不辞而别 王俭一听 火了 这个杨从明难道以为就管不了他吗 虽然地税所是属于垂直管理 但相当为也是能决定他们的命运 打电话通知他过来 问他有什么事 王俭向吴磊吩咐道 吴磊出去打电话去了 过了会儿又走进来道 杨所长说局里找他有事 去献局了 这么快就找到借口 王俭想让吴磊直接去地税所去看看 他说的是真是假 但转念一想 这么做起不到任何效果 他接着就去献成就行了 而且这样做 显得太小家子气 让人家觉得他不信任人 这么一想之后 王俭决定不再找杨从明 想办法把他调走 献和乡不欢迎这样的地税干部 吃拿卡药 破坏献和乡的投资环境 把吴磊打发走之后 王俭又沉思起来 乡里的中层干部 被宁星宫拉了不少 虽然把两尾成员争取了过来 但与老百姓直接打交道的 还是那些中层干部居多 比如杨从明 他虽然不是献和乡里的人 但也算是乡里的中层干部 一举一动 代表的可是乡政府的形象 如果他们胡作非为 老百姓骂的可是乡政府和他王俭 在这种情况下 用人必须要慎重 要多重用那些为人正直 作风正派的干部 这么一想 王俭脑子里浮现出了胡斌的身影 这人虽然不懂政治 但业务不错 也没有什么劣迹 让他当财政所长 也许能胜任 宁兴公想拉他 未必能拉得过去 不行的话 就用他 心里一想通之后 王俭立刻让吴磊通知胡斌 来和他谈谈话 虽然说财政所长 是由宁兴公来选 可那不过是他的虚谎一招 如果他宁兴公 真以为能当家做主 那只能说他太小瞧 他王俭了 人事大权 可是掌握在乡委书记手中 胡斌这几天 还在萧美英的惩罚之中 要不是洁身自好 早就去找小姐了 王美霞整天扭着屁股 在他面前晃悠 有时真想一把 把他按住就给绊了 但他知道 王美霞也是有背景的人 老公是现刑警大队的人 要是他敢动王美霞一根寒毛 小命都别想要了 财政所里总共不过才五六个人 胡斌虽然身为副所长 但也只是分管那一块 并不比普通人员的权力大 这也是杨军才的主意 他不能让任何一人 有冒过他的可能 然而乡里传出要调整他的消息 让杨军才产生焦虑 一直担任这么重要的职位 一旦卸任下来 可是很不适应的事 想调整他的人应当是王俭 可是又听说王俭 专门说他劳苦功高 要给他一个合适的安排 不知道是怎么样的 宁兴公也找他谈了 说要继续支持他当财政所长 虽然当时表示了感谢 但他也不是傻子 宁兴公力挺他的目的 无非是想让他跟着他一起干 与王俭作对 如果宁兴公到时候 真的向王俭力挺他 继续担任财政所长 肯定要引起王俭的猜疑 这样他就被放到了王俭 与宁兴公争斗的风口浪尖上了 这在政治上是十分危险的事 当你看不到谁能最终取得胜利的时候 最好是不站在任何一方 现在王俭和宁兴公 谁会是最后的赢家 所以在向宁兴公表示感谢之后 杨军才特别强调 一切服从党委安排 何去何从 绝不恋战 宁兴公听了后 脸上的表情很不自然 这明显是没有站在他这一方面的表示 而且只提党委没提政府 虽然这样说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就是宁兴公也应当服从党委 而且他本身就是党委副书记 但在宁兴公看来 这是杨军才为王俭马首是瞻的表现 杨所长 你那的意思是想卸任财政所长 宁兴公必须知道杨军才的真实意图 不能他这边向王俭汇报说杨军才继续担任所长 结果杨军才跑到王俭面前说 他愿意卸任所长 两人说法不一致 王俭肯定是认为他在捣鬼了 杨军才微微一笑道 宁兴公长 我说过一切服从党委安排 党委让我干我就干 不让我干我就不干 宁兴公长这么支持我干 我是非常感激的 这话说的宁兴公心里好受许多 虽然杨军才嘴上说服从党委安排 实际上他肯定还是想继续干 谁也不想丢官 不想被人搞下去 那我知道了 我会尽力让杨所长继续干下去的 宁兴公答应道 那就非常感谢了 不过我觉得还是要做两手准备 如果我不能继续担任 还是要有继任者的 杨军才说 杨军才考虑周密 宁兴公不仅要问 你觉得谁能继任啊 我看就让王美霞接我的位子吧 他的工作是不错的 杨军才道 对于王美霞 宁兴公还没有多少印象 就问道 他什么情况 杨军才知道宁兴公是想弄清楚 王美霞有什么背景 能不能听他的话 笑了一下说道 我听说他跟方树增有点关系 只要宁兴长能用他 我想他会知恩图报的 宁兴公也笑了一下 他没料到王美霞还有这层关系 方树增作为一名常委副县长 在县委办的时候与他打过交道 要是用了王美霞 也是在向方树增示好 到时候王美霞听从他的可能性非常大 那好杨所长 我会尽力让你继续干下去 实在不行的话就推王美霞 宁兴公下了决心道 杨军才点了点头 宁兴长 我还有一事不明 如果我卸任了 怎么安排我 宁兴公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光想着让杨军才继续担任财政所长了 现在问到这个问题 他一时不知该怎么说 只能含糊地说到 如果杨所长卸任的话 我一定会给杨所长争取更好的位置 如果能行的话 让杨所长担任党政办公事主任 话一说完 杨军才就在肚子里笑了一下 党政办是王俭新妇杜小培的地盘 宁兴公想动他 恐怕是痴人说梦吧 真把王俭当成什么都不懂的傻瓜了 如果他要是这么做 又是在害他 不是故意把他推到王俭的对立面吗 宁兴长 我年龄大了 党政办主任是干不了 最好给我个养老的位置吧 杨军才宁可退也不能进 否则落得个晚节不保的下场 可是得不偿失了 宁兴公马上扫了他一眼 心想 他真是个老狐狸 处处小心谨慎 不愧能在郑时光倒了之后 继续在王俭手下干 这分明是有两把刷子的 我努力为杨所长争取吧 先就这样了 杨军才越是想后退 宁兴公 越想把他拉下水 杨军才没有办法 事后向王俭说明吧 别因此引起什么误会 宁兴公和杨军才谈完话之后 财政所里王美霞就活跃起来 杨军才把很多事都安排他来布置了 在胡斌面前移指气使 让胡斌很郁闷 看来这次提拔又没戏了 肖美英很快也就知道了财政所的动态 等胡斌回到家后 立刻板起脸骂道 你真是没用 王美霞那个狐狸精 看来要当所长了 看你以后怎么办 当初胡斌和王美霞差不多同时进了财政所 胡斌一下子就被王美霞的美貌给迷住了 一心想追王美霞 而王美霞是什么人 怎么会看得上他 因此没少给胡斌白眼 直到王美霞嫁给了县公安局的老公之后 胡斌才死了心 当时肖美英暗中看上了胡斌 胡斌虽然不大中意肖美英 但心灰意冷之际也就同意了 现在要是王美霞当了所长 肯定不会给胡斌好脸色看 要不我申请调离财政所 胡斌无奈的说道 你也就这点出去了 肖美英又说道 你就不能想法去争取这个所长 我看乡里的风向又变了 王俭回来后 立刻将宁心宫收拾了 既然你不愿意去找宁心宫 那你就好好向王俭表现 说不定王俭就看中了你 让你当了这个所长 胡斌抬头白了肖美英一眼 说道 你觉得会有这种好事吗 嗨 看来你就没有当所长的命 我当时可是瞎眼跟了你 转念一想 肖美英也叹了气 于是胡斌就存了离开财政所的心 王美霞安排他什么工作 根本就不理他 反正他还不是所长 此时 王俭派吴磊去喊胡斌 胡斌正待在办公室里晒太阳 王美霞吩咐着其他人做事 杨军才待在单独的一间办公室里玩电脑 放手让王美霞干了 各方面就轻松了许多 胡所长 王书记找你 吴磊进到财政所办公室后就喊道 听到吴磊的叫声 胡斌猛一回头 问道 吴主任 谁找我 吴磊现在是党政办副主任 王俭在宁兴宫没来之前就提的 不过是个安慰的职务 不算什么提吧 王书记找你 吴磊重复了一遍 这一次所有的人都听清楚了 王美霞心里一惊 王俭找胡斌要干什么 立刻停下手中的活 看向胡斌和吴磊 胡斌听清楚话之后 才反应过来 说道 哦 我马上过去 说完就起身收拾一下桌子 转身走了出去 王美霞问吴磊 王书记找他干什么 吴磊诡秘的一笑 说道 这我哪知道 这本书叫扶摇直上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和评论 喜欢我的播讲呢 还请多多打赏和赞助 感谢您的支持 想在第一时间 聆听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登陆喜马拉雅 搜索大纲司令 进行收听 讲书很辛苦 赞助很幸福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 俄成知献 第103章 谈话 胡斌急急忙忙 向王俭的办公室走去 乡委书记在这个时候 召见他 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以前王俭因为工作上的事 还从来没有找过他 都是找的杨军才 现在放着杨军才和王美霞都不找 专门找他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文章了 不知见了面之后 应当说些什么 就这样想着 胡斌快走到王俭办公室门口的时候 脚步慢了下来 平息一下呼吸 稳定一下激动的情绪 事后他自嘲 都是近40的人了 去见一个20来岁的领导 怎么会这么紧张 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啊 但仔细一想 又觉得也没什么 王俭虽然年龄不大 但却是堂堂的乡委书记 掌握着全乡干部的命运 他的一句话 他的一句话 就能让他当上梦寐以求的财政所长 这是多么诱人的事啊 财政所长是乡里的财神爷 就是副乡长 副书记也不敢小觑 否则报销账目的时候 都会为难一下子 让他们会很难看的 站在王俭的门口 吻了一下心神 正好宁兴公 从他的办公室走出来 瞥了一眼他 处在激动中的胡斌 没有看到宁兴公的存在 宁兴公见他 没有主动和他说话 盯了他两眼就走了 心里对他产生了不好的感觉 胡斌敲了两下门 王俭说了声请进 胡斌才小心的把门推开 露了个头说道 王书记您找我 王俭看到后说 快进来吧 把门关上后 胡斌走了进去 站在王俭的办公桌前 王俭挥了一下手说道 老胡 快坐吧 胡斌很小心的 找个地方坐下 然后抬起头看向王俭 王俭觉得胡斌 确实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 这样的人做财政工作 是比较合适的 谨小慎微 才能不出事情 老胡 你在财政所工作多少年了 王俭向胡斌问起了话 胡斌也不傻 一听王俭问到这话 就知道可能与人事上的调整有关系 要不然干嘛问他 在财政所干多少年了 要是想让他汇报什么工作 也不会问这些事情啊 我19岁参加工作 快有20年了吧 胡斌郑重的回答道 当年他是四盟市财政学校的中专毕业 分配到县和乡政府的 这么多年下去了 才是一个财政所副所长 说出来也确实很丢人 每次与同学们聚会 看到有些同学早已离开财政系统 当上了乡政的领导 最差的也混上了财政所长了 他的心里确实是酸溜溜的 都不敢再去聚会了 王俭没料到胡斌参加工作时间有这么长 要论资格 财政所长的职位 轮也轮到他了 但就是提不起来 看来光有业务能力 不懂得跟领导套近乎是不行的 这个胡斌要是不碰到他 估计还是被晒着 财政所里的人见到他 可是巴结他的要命 但胡斌还是老样子 没有主动向他接近 这也许就是性格使然 想到这里 王俭说道 老胡 你的工作业务能力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都对你赞赏有加 你在个人发展方面 有想法没有 胡斌的业务能力是不错 但说别人对他赞赏有加 则未必 谁会在乡委书记面前称赞他 不诋毁他就不错了 王俭之所以这么说 是为了表达对他的欣赏之意 如果直接说他很欣赏胡斌 就显得太直接了 将来没有回旋的余地 如果说成别人称赞胡斌 则既表明了他的态度 又可以留有余地 作为领导 学会留有余地 很重要 听话听音 胡斌立刻感受到了王俭 对他的欣赏之意 而且直接提出他个人 有没有什么想法的问题 这里的意图就很明显了 肯定是与人调整有关了 而且极有可能要重用他 因为要是想撤他的职 其实没有必要这样说 再说他这个副所长 算不得什么官 撤不撤根本没什么重要 胡斌开始激动起来 说话时也就结结巴巴的了 王书记 我个人发展上也没什么想法 一切服从王书记的安排 我会坚决服从 服从王书记的指示 胡斌这么说是有他的目的 是想再向王俭表忠心 虽然他不会巴结领导 但这么多年了 耳濡目染 也知道乡里头是分帮分派的 以往像个傻瓜 不知道要跟上一个领导 才能进步 现在王俭表现出很欣赏他的意思 他怎么能不抓住这个机会 表明自己的态度呢 看到胡斌说话结结巴巴的样子 王简感到胡斌 也不是那么不懂政治 刚才说的话虽然断断续续 但也表明了他对自己的态度 这么说来是可以信用一下了 不过还是要考验一下子 看他能不能坚决服从自己的意志 胡斌作为副所长 主要负责预算外资金的管理 王简就笑道 老胡 没有想法怎么行啊 党委政府是不会委屈任何一位干部的 只要他有能力 有业绩 能为真心实意的老百姓办事 党委政府一定会重用他 希望你能继续努力把工作做好 胡斌连忙站起来 说道 王书记 我一定努力 王简摆摆手又让他坐下 然后问道 老胡 县交通局来了一笔修路资金吗 胡斌听到问这个 马上回道 是来了一笔资金 数额在一百万以上 是经我手存入乡财政所账户的 王书记有什么指示吗 宁心宫果然没有说假话 钱还真是要来了 这种事杨军才居然没有向他汇报 看来宁心宫也在他身上下了功夫了 想到这里 王简吩咐道 这笔钱没有我的同意 你不要让任何人支出去 如果有人来支 你能顶得住吗 这事让胡斌有些为难 他只是副所长 如果宁心宫作为乡长签了字 到了他这里 他要是不让支出 杨军才肯定会出面摆平的 要的就是想顶 恐怕也不管用啊 王简说这话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王简也知道胡斌顶不住 但他就是想看看胡斌 有没有敢顶的勇气 如果有 说明他能坚决执行他的意志 如果没有 就说明此人性格太懦弱 以后安排起什么事来 不一定能执行到位 胡斌知道王简这是在考验他 他虽然老实 但要是泛起倔脾气来 谁也挡不住 想到这儿 他信了一横 说道 王书记 你这么安排了 如果没有你的吩咐 有人来支 就是打死我 我也要顶住 王简满意的笑了一下 感到这胡斌 还是有点刚气的 这么说来 以前的观感并不一定正确 此人可以一用 不过他还是不能直接告诉他 要重用他为财政所长的事 还是要以观后效 老胡 那你先下去吧 有什么事 直接向我汇报 王简的话到此为止 胡斌一听 心里一阵高兴 以后可以直接向王简汇报工作了 这应当是重用他的钱 王简刚一说完 他就急忙站起来说道 我一定按王书记的指示做好工作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那我先走了 去吧 我们谈的话 不要和别人说 王简又叮嘱了一句 他知道有些时候 这种叮嘱根本没用 事后不久 就会有人知道 但有这种叮嘱 会使被谈话的对象 感到非常受到重视 从而对他产生感动之情 拉拢住他们的心 是 王书记 胡斌果然很激动的说了一句 胡斌一压住内心的兴奋 尽力保持脸上的平静 走回财政所 王美霞从他的脸上 看不出王简找他是好事还是坏事 因为胡斌平时 就是那种苦大仇深的样子 现在好像还是那种表情 让人难以猜测 胡斌 王书记找你什么事 王美霞忍不住问了一句 胡斌淡淡的说道 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是什么事 王美霞平时欺负胡斌惯了 要是换作别人 不愿意回答他的问题 他早就不问了 但对胡斌则没那么多的顾忌 看到王美霞执意问到底 多少有点脾气的胡斌也火了起来 不客气的说道 没什么事就是没什么事 你要是不信 去问王书记好了 这下噎得王美霞不轻 感觉胡斌好像被王俭批了 变得性格火爆了 这么一想 王美霞反而高兴起来 但表面上却是不满的说道 就问你一句话 看你还烦起来了 不愿意回答就不回答 那么厉害干什么 说完王美霞转身就走了 进了杨军才的屋 然后就很随意的向杨军才说起这事 杨军才一听神经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 王书记怎么会找他 谈工作也轮不到他去呀 这么一提示 王美霞也明白过来了 除了工作上的事 还有什么事会找胡斌呢 这个胡斌刚才表现出很受气的样子 谁知道是不是他装的 而且问他话也不说 这倒是让人感到很起疑的事情 所长 你猜王书记找他会有什么事 王美霞不仅问道 杨军才是一只老狐狸 很有政治敏感性 他当了这么多年的所长 这次肯定是要下去的了 他也向宁心宫推荐了王美霞 但倒没和王俭谈过这事 因此王美霞能不能当上所长 还不一定 胡斌虽然不起眼 但也不能防止王俭 出一张让人想不到的牌 想到这里 杨军才问道 你找过方县长了吗 王美霞说道 找过了 他说他会和王书记打招呼的 那你要尽快呀 这官一天不到手 都是有变数的 你要好好把握 杨军才语重心长的 说道 这本书叫扶摇直上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和评论 喜欢我的播讲呢 还请多多打赏和赞助 感谢您的支持 想在第一时间 聆听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登陆 喜马拉雅 搜索大纲司令 进行收听 讲书很辛苦 赞助很幸福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 俄成知县 第104章 请托事项 到了晚上 王俭又接到方树增的电话 问他何时能到县城 王俭答应一声 告诉他马上到 方树增如此邀请他到县城吃饭 还真是出乎王俭的预料 放下电话 王俭轻轻思考了一下 就打电话给吕军 让他准备好车辆去县城 方树增正坐在办公室里 想了一下 又打电话给县交通局长王本生 今晚的饭还是要有人来买单 让他过来一起吃饭 反正也不是什么太机密的事 这么一想 他又想打电话给宁兴公 但转念一想 一事托二主 而且是当面托不大好 王俭与宁兴公之间 有什么矛盾 也不太清楚 如果找了宁兴公 王俭来到后不高兴 也是个问题 方树增想了想 决定不找宁兴公了 事后和他打个招呼 就差不多 方树增这么尽力的去找王俭 当然是有原因的 王美霞得知乡里要调整财政所长的事后 就来找到了他 王美霞与方树增之间其实有着很深的关系 但很少人知道这些事 想当初方树增还是县财政局一名小干部的时候 认识了王美霞 当时方树增已经结婚 而王美霞还是一个没有结婚的大姑娘 由于工作上的往来 两人就熟悉了起来 方树增娶的老婆是当时一名副县长的千金 脾气很大 对方树增不大好 而方树增只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在老婆面前就抬不起头 这种深深的压抑感 让方树增非常不舒服 而王美霞的出现 让他的眼睛一亮 感觉这才是他要寻找的人 而王美霞也看中了方树增 虽然知道他结了婚 但还是与他交往起来 交往时间一长 方树增就产生了离婚的念头 但回到家 他的老岳父就出现在他的面前 告诉他准备把他调到县委办公室 担任副科级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方树增在县财政局 不过是财政局办公室的一名副主任 什么级别都没有 这一下子就提拔为副科级干部 而且还是县委办公室的副主任 这种提拔的诱惑太大了 看到岳父威严的模样 方树增根本不敢再提离婚的事 且不说他老婆不会饶了他 就是这位高高在上的岳父大人 也不会放过他 在现实和理想之间 他只有服从现实 王美霞等了几天 没有等来方树增离婚的消息 就打电话问他 方树增沉默良久 才说道 我们还是结束吧 王美霞眼泪婆娑的说 为什么 方树增无奈的道 我要是离婚 我家那口非要杀了我不可 我们只能是有缘无分了 此时王美霞已经把身子给了方树增 没想到方树增居然是这种态度 但他是一个比较能克制自己的人 说道 难道我们就这样结束了吗 方树增知道王美霞的意思 说道 我会给你一笔钱 算作我的赔偿怎么样 王美霞立刻生了气 说道 方树增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我是为了钱才跟你好的吗 你一个有富之富 我都不在乎 我这样就是为了什么 方树增无言以对 叹了口气说道 使我糊涂 害了你 我也是没有办法了 我真的没法离婚和你在一起 王美霞砰的一声 就挂断了电话 放声大哭起来 可是哭完又没有办法 他还是一个未婚的大姑娘 不像那些接过婚的泼妇 一样可以去闹去哭 逼迫方树增就范 没多久 方树增就从县财政局调走了 王美霞也没有再与他打交道的机会 此时他也许明白了什么 在官位和女人之间 也许男人更喜欢官位 指望他们放弃江山爱美人 那只不过是童话 头脑冷静了许多 王美霞放弃了与方树增在一起的想法 很快就找了一个很老实的对象 结了婚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后来方树增一步步当上了乡长 镇委书记 副县长 常务副县长 一路平步青云 王美霞则一直待在县和乡财政所 提了个副所长 眼看着别人都提拔了 王美霞也不想再寂寞 于是就打通了方树增的电话 方树增没想到 王美霞相隔这么多年 还会打电话给他 半少没反应过来 王美霞冷冷的说 你不要担心 我不会干扰你的 我只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方树增心里松了一口气 问道 啊 帮什么忙 王美霞道 乡里要提拔一名财政所长 论资格我也够了 你能不能向王俭打个招呼 让我当 没想到居然是这种事 方树增思考了一下说 这忙可以棒 但我不知道王俭能不能听我的话 恐怕到时候不给我面子 我很难看 王美霞不仅怒问道 难道你只会考虑自己吗 你想过别人的感受吗 这一句问话 让方树增想起了当初的事 的确 当时真没有太考虑 王美霞的感受 现在王美霞显然是在批评他 太自私了 这样看来 无论如何 也要帮王美霞一把了 于是问道 我可以问 但我怎么向王俭介绍你的情况 王美霞明白方树增的意思 说道 你就说 我是你的远房表妹吧 方树增感觉这样说 也是不大妥的 现在的男女关系之间 一般都是称表哥表妹的 但也没有别的办法 心想只有这样 那好吧 我会给你安排这事的 但至于能不能成 我不好给打包票 方树增答应道 王美霞说 那多谢了 方县长 与方树增重新挂上了钩之后 王美霞就在财政所里 故意透露出 他与方树增之间的亲戚关系 来给他造势 杨军才自然也知道了 也就产生捧他的心思 王俭很快来到县城 方树增告诉他到天都石府 天都石府是新开的一家豪华酒店 王俭还没有去吃过 找了半天 终于来到天都石府门口 王俭下了车 让吕军找个地方吃饭 他一个人上楼上房间了 走到房间门口 只见王本生 那胖胖的身材 笑眯眯的走了过来 迎接到 王首记 你终于来了 方县长正在里面等 王本生的出现 让王俭吃了一惊 想来方树增请的人 不止他一个 还把王本生也请来了 不知道屋里 还有没有其他人 王本生把门推开 王俭走了进去之后 才发现 只有方树增 一个人坐在那里 见到王俭进来 方树增站了起来笑道 来来王书记 到我身边坐 王俭伸出手笑道 方县长 有什么事 直接说就是了 还遂这么多事干嘛 方树增哈哈一笑 握住了王俭的手道 兄弟们拒一拒嘛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王俭就挨着方树增 坐了下来 王本生出去点菜要酒 王俭这才意识到 王本生来 不是来喝酒的 而是来伺候方树增的吧 好酒好菜上来 大家先喝了起来 王本生见到王俭之后 心里还是有点虚的 毕竟在修路这件事上 他没有给王俭太多面子 相反给宁心宫的面子不少 此时见方树增 专门请王俭吃饭 面上就感觉不大好看 为了掩饰这种尴尬 王本生一个劲的跟王俭喝酒 王俭也察觉到了他的这种心思 当然是来者不拒 跟王本生大干起来 王本生的酒量 是东庭县官场里都知道的 方树增怕他把王俭喝醉了 不好再谈事情就说道 老王 你少跟王书记喝点 王书记年轻 可不能让他喝醉了 王本生大手一挥 说道 方县长 你有所不知 王书记的酒量 别人不知道 我可是知道的 这东庭县里论酒量 要是王书记排第二 我绝不敢排第一 喝这点酒 没事 王俭也微微一笑 说道 方县长 多谢你关心 王局长要是给我们乡 投入了不少资金修路 我还要感谢他 多喝几杯 没事 一提到修路的事 王本生心里就是感觉不好意思 大声笑了起来 王书记 别提那点修路的事了 算不得什么 来 我们兄弟们喝酒 两人各自一饮而尽 方县增感到要是这样喝下去 王俭真是要喝醉了 可是白白请王俭来了 还是抓紧说事吧 老王 你出去再点两个菜 要点清淡的 大鱼大肉的吃着没劲 方县增是想把王本生支开 一是不想让他再和王俭喝酒 二是想和王俭单独说那事 王本生喝多了 没理解方县增的意图 就说他 我再和王书记喝完这杯再说 方县增看了他一眼 没有法子 王俭和他又喝了一杯 喝完这杯酒 王俭故意装醉了一点 他已猜到方县增可能有什么事 要拖他半最好装弧度一点好推辞 王本生晃晃悠悠的走了出去 方县增就转身对王俭道 王书记 听说你们乡的财政所长要调整 王俭最易朦胧的说道 是啊 但还没有定 方县增有什么指示 方县增心里一喜 道 你看那个王美霞怎么样 想不到王美霞居然走了方县增的路子 这两人之间是什么关系 王俭念头一闪后 说道 这个 方县长 实话跟你说吧 原来的那个所长 我现在还没有想好怎么安排 因此这所长的调整 还不知道要怎么调 这样吧 既然方县长开了口 我尽力安排如何 有门 方树增大喜道 那多谢王书记了 来 我们喝酒 这本书叫扶摇直上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和评论 喜欢我的播讲呢 还请多多打赏和赞助 感谢您的支持 想在第一时间聆听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登陆喜马拉雅 搜索大纲司令 进行收听 讲书很辛苦 赞助很幸福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 俄成之县 第105章 答应请求 没想到方树增 是为了王美霞的事情 请他喝酒 这令王俭拨感意外 这种事不大 也不小 王俭不想一口答应他 但也不好完全拒绝 就留了个尾巴 回去好好想一想再说 而方树增听到王俭这么回答 则以为王俭答应了 虽然表面上还是没有说死 但这种事也不好说死 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心情一高兴 就连连与王俭喝酒 王俭自然是来者不拒 与方树增喝了起来 喝了一杯之后 王俭就道 方县长 要是知道王美霞与您有关系 我不是早就照顾一下他了 王俭话中的意思 是想试探方树增与王美霞之间什么关系 是深还是浅 方树增当然也明白 他说这话的目的 想了想说 跟你说实话吧 王书记 王美霞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妹 以前从来也没找过我 这次听说要调整干部 找到我非要我给王书记打个招呼 你知道我是一般不打招呼的 但他还赖在我身上了 不打不行 没办法 我就把王书记请来 主要还是叙旧 其他的还是次要的 方树增的话 王俭算是明白了一些 原来王美霞与他之间是远房表亲 这种亲戚就远了许多 如果是真的话 两人的关系还没那么深 但谁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表亲 也许是那种男女关系呢 方县长 乡里要调整的不是一个职位 我统筹安排怎么样 王俭心里并不想让王美霞当财政所长 但方树增发了话 必须得安排一下 他觉得让王美霞去当经管站长 还是不错的 正好徐东强的位子没有人接 怎么个统筹安排法 方树增问道 王俭说 经管站长也要调整 让他去当经管站长如何 方树增想了想到 经管站也算不错 这样吧 我和他说说 让他服从王书记的安排 财政所那边的关系比较复杂 经管站呢 好处理一些 去经管站其实很合适他 当然如果方县长还有什么安排 我会尽力考虑的 王俭委婉的说道 方树增知道财政所 一般应当是县委书记的新妇担任 王美霞虽然是他打的招呼 但就王俭本人来说 还是愿意用他自己可靠的人 因此王俭想用王美霞 为经管站长也能理解 好吧 让他当经管站长就不错了 我得让他好好感谢王书记 方树增想罢 笑着端起酒杯 说道 王俭也端起酒杯 说道 我敬方县长 刚说完 王本生走了进来 说 又点了两个菜 我们继续喝 王俭和方树增 就笑着看向王本生 方树增道 老王 你少喝点 喝多了务事 王本生一摆手道 没事 方县长 帐我已经结完了 王俭听到后 心里哈哈一笑 方树增脸上挂不住了 说道 还没有吃完饭 你结什么账啊 吃完饭 我们再带着王书记 去做个足疗 王本生大声道 没问题 王俭哈哈笑着道 我们喝完这杯酒 吃饭吧 方树增说成好 就让服务员上饭 王本生想喝 也不行了 只好作罢 吃完饭 王本生还真的带着方树增和王俭 去县里一家最大的足疗城了 这家足疗城都是实行的会员制 一般的老百姓想进去享受 根本没有机会 王俭虽然听说过这家足疗城 但从来还没进去过 王俭想不跟着去的 但方树增和王本生非要拉着他去 他们的意思很简单 只有跟着他们去了 才能真正显得他们之间的关系 非常密切 没办法 王俭只好跟着去了 进了足疗城 就看到一排排漂亮的技师站在里面 等待着客人的召唤 王本生是老客户 进去之后 就有人把他招呼到一个十分隐秘的房间 王本生对那人说 找两个最年轻漂亮的技师过来 把两位老板服务好 那人立刻跑出去 叫了两个非常漂亮的女技师 方树增看到后笑嘻嘻的道 王老板 你先挑一个吧 王俭立刻道 方老板先请 在这种场合都是不能暴露身份的 王俭懂得这里面的规矩 方树增哈哈一笑 就领着一个技师 走了进了一间房间 王本生就让王俭跟着另一个技师 去了另一个房间 王俭问 王老板 你不坐吗 王本生笑了一下道 坐 怎么不坐 王俭就和那名技师进了一个房间 先去洗澡间洗了一个澡 然后穿上准备的浴巾 躺到了床上 女技师就坐在一旁 开始给王俭做足疗 王俭看到女技师年龄不大 顶多二十岁的样子 虽然他心里没有瞧不起搞足疗的人 但还是感觉 在这种地方工作 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 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去做什么不好呢 待在这种地方 迟早也会被污染了 虽然不知道这里面 有没有卖淫嫖娼的行为 但总会让人产生联想 你在这地方干多久了 王俭过了一会儿 感觉无聊 就想和女技师聊天 女技师笑道 刚到这里没有半年 感觉怎么样 王俭又问 还好吧 这里的活多 女技师答道 女技师说的话 肯定是想赚钱多的意思 王俭不好再进一步和他深谈 就闭着眼睛 享受着他的按摩 过了半天 女技师做完足疗 突然说道 老板 还需要特殊服务吗 特殊服务 王俭心里一惊 难道这地方真的涉黄 什么特殊服务 王俭问道 就是幸福啊 女技师很直接的说道 王俭突然站了起来 你出去吧 我不需要 女技师见王俭突然变了脸 知道生意没法做了 就灰溜溜的走了 女技师一走 王俭急忙穿上衣服 心里想到 原来这个地方还有色情服务 这要是让别人知道 他来了这里 岂不是让人产生误会 做个足疗倒没什么 但是要接受色情服务 那就是大错特错 王俭偷偷的走出了足疗城 也没有和方树增和王本生打招呼 因为要是去打招呼 看到他们在那里 搞那些事情的话 很尴尬 等第二天再打电话 给他们表示歉意吧 谁知道王俭刚走 王本生就知道了 因为他想到王俭的房间内拍照的 他经常用这一招来抓领导的小辫子 方树增早就给他抓住了 没想到来到王俭的房间 发现居然走了 王本生立刻给王俭打电话 王俭接到电话后说道 王局长有紧急事 没来得及向你和方县长告辞 不好意思了 有空再聊 挂断电话 王本生心道 这小子很激进 居然这么快跑掉了 要是抓住了他的小辫子 宁心功 可是要高兴了 方树增知道王俭不声不响的走了之后 也很感慨 觉得王俭很有政治敏锐性 不会上人家的当 将来肯定是有前途的了 王俭离开足疗城 突然想起韩玉婷来 于是打电话给韩玉婷 韩玉婷很奇怪 王俭怎么会打电话给他 问道 王俭 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 王俭道 我在县城 韩玉婷一下子就明白了王俭的意思 道 你现在在哪里 离你住的地方不远了 王俭道 你过来 韩玉婷问道 王俭好长时间不来找他了 有点事想和你商量 王俭道 那好 那你过来吧 韩玉婷道 王俭就和吕军打了个电话 让他找个宾馆住下 明天再接他回乡里 王俭就徒步走到韩玉婷住的地方 韩玉婷穿着睡衣 打开房门 进去之后 王俭就坐在沙发上 说道 方树增今晚找我了 韩玉婷也坐到了沙发上 问 他找你干什么 王俭道 他想让王美霞当财政所长 我答应他 让王美霞当经管站长 韩玉婷想了想说 王美霞怎么和方树增拉上关系了 还专门为这事找到你 王俭道 我问了 我问了他说王美霞是他的远房表妹 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要说是真的吧 很难让人相信 但要说是假的吧 还没听说王美霞与方树增有什么绯闻 不管怎么样 方树增发话了 得给他一个面子 远房表妹 我怎么感觉很不靠谱啊 韩玉婷不大相信方树增的说法 王俭道 那你说他们会是什么关系 韩玉婷想了想到 王美霞的年龄也不小了 方树增年龄更大 你说他们会不会是老情人关系 现在又勾搭上了呢 韩玉婷这一提示 王俭感觉说不定还真是这种关系 王美霞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大美人 方树增也长得一表人才 这帅哥美女或许真有一段故事 哦 这老情人的关系可是很深啊 怪不得方树增能放下姿态跟我打招呼 王俭笑道 韩玉婷看了王俭一眼 说道 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王俭眼睛一震道 韩姐 我们的关系还用说吗 既然不用说 还不快去洗澡 王俭粉脸一撑 说道 王俭不懂得道 韩姐 洗澡干啥 我睡沙发就行 韩玉婷打了一下王俭道 你个死王俭 在我这装蒜 大半夜到我这来睡沙发 你以为我是傻瓜 王俭求饶道 韩姐韩姐 别打别打 我去洗澡 我去洗 这本书叫扶摇直上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和评论 喜欢我的播讲呢 还请多多打赏 和赞助 感谢您的支持 想在第一时间 聆听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登陆 喜马拉雅 搜索 大纲司令 进行收听 讲书很辛苦 赞助很幸福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 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 鹅城之县 第106章 里面的关系 洗完澡 两人开始缠绵 缠绵完毕后 韩玉婷笑问 你和谢联冰 到哪一步了 是不是还没有碰过人家 王俭安躺在床上道 我和他是正儿八经谈的 没那么快 说不定我们要到结婚的时候 才能在一起呢 韩玉婷脸色一下变了道 那我们之间算什么 难道你对我 没有产生一点情意 感到韩玉婷的情绪 有点变化 王俭抬起头 看向他道 韩姐 你怎么了 生气了 我们之间 很难说是什么 要说情意 怎么可能没有 不然我今天晚上 也不会过来 韩玉婷 轻弹了一下 王俭的头皮 笑道 那是你的精虫犯了吧 王俭 王俭马上笑道 韩玉婷是一名政科级的干部 像他这样年龄 能当上政科级的干部 还真是凤毛麟角 能当上政科级干部 而年龄还不大的 恐怕全线也找不出一两个 而且找到的那一两个人家 还已经结婚了 如果不考虑级别因素 找一个普通的男人结婚 也不大好找 而韩玉婷面前 会有很多压力 谁想找女强人做老婆 要是想找离婚 有成就的老男人还差不多 这样的男人还好找一些 就是韩玉婷又觉得别扭 总不如找一个没结婚的男人好 韩姐 我有一个同学叫秦正 现在在洋水乡上班 年龄也比较大了 没找到对象 你觉得怎么样 想了半天 王俭突然想起自己一个高中同学 在洋水乡水利站上班 比王俭大好几岁 一直没有找到对象 两人虽然联系不多 但也算是比较要好的同学 如果能牵上这条线也不错 秦正人很老实 只要韩玉婷不嫌弃 说不定就会同意 没想到王俭居然给他自己介绍自己的同学 这也太富有戏剧性了 他同学要是知道他与王俭之间的关系 其不是很尴尬 不过王俭给介绍的人 说不定值得见一见 韩玉婷道 你这同学知道我与你的关系不 王俭道 肯定不知道了 要是知道 我怎么敢给他介绍 那要是后来知道了呢 你和你同学之间还怎么相处 韩玉婷提出疑问 韩玉婷说的也是 这事确实很不妥的事 要是两人自由认识 谈的还好说 要是专门给介绍 还真是不大好 想了想后 王俭道 要不这样 我想法把秦正调过来 看你们如何发展 这一招倒是很不错 韩玉婷道 你把他调到乡里干什么 王俭笑道 肯定是让他到你的手下干了 担任办公室副主任怎么样 韩玉婷眼珠子转了转 想了想 说道 让我跟一个手下谈恋爱 是不是让我太没面子了 王俭笑道 反正你只要找比你职位低的 都是没面子的事 这么说 你还真是不好找了 形势所迫 王俭的主意说不定不错 要不然就这样先试一试 要是不行 也没什么损失 韩玉婷道 你什么时候能把他调过来 王俭道 明天我联系他 看他的意见 他要是愿意过来 马上就可以调过来 反正一个水利站的小职工 洋水箱那边也不会不放 韩玉婷考虑了一下 觉得也是那么回事 就说道 那你尽快吧 如果真成了的话 我们之间就不能在一起了 那是那是 我们现在在一起相当于春宵一刻值千金了 王俭笑了起来 好你个王俭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韩玉婷又扑向了王俭 第二天回到乡里 王俭先把王美霞叫了过来 与他谈一谈话 算是回应方树增的要求 王美霞昨晚已经接到了方树增的电话 听说王俭不想让他当财政所长 想给他安排当金管站长 心里头有些不愿意 虽然金管站不错 但怎么也没有财政所好 而且一直在财政所干 各方面都很熟悉了 如果再换一个岗位 还会有点不大适应 但方树增已经不耐烦了 说这也是他费尽心力 让王俭安排的 王俭是新秀 又不是他的人 能当从他的安排就不错了 如果不同意的话 他也无能为力了 这么一说 王美霞也没了办法 要是不去当金管站的站长 这一心患财政所长 肯定一时不会调换 再轮到他来当财政所长 说不定那就是猴年马月了 鸡不可施 时不再来啊 只是他在纳闷 王俭会让谁来当财政所长呢 难道真是要用胡斌来当 那天王俭去找胡斌 确实有用他的意思 这里面还真是不好说 虽然胡斌表面上装得很淡定 而且也没有表现出欣喜的意思 但越是这样 又让他感到怀疑 而且现在怀疑几乎要被证实了 如果不让他当财政所长的话 只有胡斌才有资格担任所长了 除非王俭再从外面调人过来 但这种概率不高 想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早晨再碰到胡斌的时候 王美霞对胡斌非常客气了 这就是要承认既成事实 事先买好 等胡斌当上了财政所长那天 他就比较好在胡斌面前说话了 胡斌倒是很纳闷 心道 这王美霞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 平时对他的态度是冷冷淡淡的 如今却是满面笑容了 王所长 有什么事情请尽管说 我胡斌也不是小肚鸡肠的人 胡斌以为王美霞有事情要求他 故意给他笑脸了 没想到胡斌会这样想 王美霞脸色一变 迅速又恢复笑脸说道 胡所长 你想哪去了 我没什么事要让你办 以前我对你态度有点不好 请你不要在意啊 这真是破天荒的事了 胡斌很诧异 王美霞居然会说出这番话 这不是要向他道歉吗 怎么了这是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太让人感到意外了 王所长 你对我态度不好吗 我怎么没有感觉到呀 胡斌呵呵笑道 知道胡斌还心存疑虑 王美霞道 好了 胡所长 以后大家相互照顾就是了 这边刚说完话 王俭就派人来叫王美霞了 胡斌一听 王俭来找王美霞 心里一阵失落 看来王美霞是故意在他面前显摆的 他要当财政所长了 对他变好了 目的是让他以后不要跟他对抗 这女人实在是太聪明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王俭找他谈话就算是没有用了 这到底算是什么意思呢 王美霞来到王俭的办公室 王俭让他坐下后说道 王所长 你平时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这次乡里要调整干部 你有什么看法 明明知道是想让他当经营经管站长 王俭却问他有什么看法 分明想知道他愿不愿意当经管站长 同时是不是跟在他王俭身后的 王美霞这么一想 觉得也只有去当经管站长了 便道 我一切服从王书记和党委的安排 把王俭故意说在党委前面 王美霞显然有讨好王俭之意 王俭脸色没变 觉得目的已经达到 说道 那好吧 你回去吧 王美霞就走了出去 回到财政所后 胡斌觉得很奇怪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难道不是让他当财政所长的事 杨军才也对王俭找王美霞一事 心有所感 等到王美霞回来 就把他叫回了屋 问话 王书记找你什么事 杨军才坐在办公桌前问道 王美霞想了想才说道 我可能要到精管站任职了 杨军才心里一惊 问道 怎么回事 方县长说话不管用 王美霞道 不是不管用 而是没安排我接你的班 而是让我到精管站去当站长 杨军才沉思道 原来是这样 看来财政所长的人选 王俭心中已经有人了 不知道会是谁 王美霞道 我觉得很可能是胡斌 上次王俭找他说不定 就是让他当所长的事 但他嘴很严 根本看不出 有当上所长的表示 但不是他 很难想出第二个人了 杨军才点了点头 觉得王美霞说的也是 没想到让这小子得了大便宜 王俭到底看出他哪一点好了 要让他当财政所长 难道王俭与他之间 有什么很深的关系 或者说是有什么亲戚上的往来 这一次终于让胡斌联系上了 美霞 胡斌这小子 是不是跟王书记 有什么亲戚关系 这方面你听说了没有 杨军才问道 王美霞想了想到 这倒没有听说过 胡斌本人也没有表示过 不过也很难说 有些亲戚关系是很隐蔽的 杨军才道 你说的也对 要不就是胡斌也找了上面的关系 不过可能官比方数增大 所以只能用他而不用你 真没看出 这小子还有通天的关系 看到杨军才在那不断的感叹 王美霞觉得 早晨向胡斌示好 是做对了 想当初自己对胡斌的态度 王美霞还真有些后悔了 这本书叫扶摇直上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和评论 喜欢我的播讲呢 还请多多打赏和赞助 感谢您的支持 想在第一时间 聆听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登陆喜马拉雅 搜索大纲司令 进行收听 讲书很辛苦 赞助很幸福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 俄成知现 第107章 宁兴公的心事 宁兴公被王俭压住了一头 心里觉得不服 在他看来 王俭不过是在拉大旗 做虎皮 不过是在虚张声势 虽然早就说从省交通厅 要来了多少多少资金 但现在也没有要来 县交通局给的资金 还是看他的面子 搞了半天 没看见王俭有什么政绩 而众人 却聚集在他的周围 不还是看在他是 香伟书记的缘故吗 要是他当了香伟书记 那些人比巴戒王俭还会巴戒他 心里想是这样想的 但现在不得不面临 王俭在县和乡 一家独大的现实 必须有所反击才行 宁兴公想到这 就决心先做出政绩 给大家看看 让大家清楚 谁才能真正办成事 为此他就想到 先用县交通局给的资金修路 把这个事情一做 局面肯定能大有改观 坐在办公室里 宁兴公想好后 就把杨军才叫了上来 告诉他要动用 县交通局的资金修路 这件事王俭表面上是答应他的 现在让杨军才把钱拿出来 王俭肯定是无话可说 杨军才接到电话后 就来到宁兴公的办公室 由于王俭想拿下他 而且还没有给他安排好的去处 杨军才对王俭心里是有意见的 这一有意见 宁兴公伸出的橄榄枝就会吸引他 不由的就会倒向宁兴公 但他毕竟老到 不会表现出那么明显 宁兴公很热情的迎接杨军才 杨军才并无受宠热惊的样子 贴着沙发坐下 看向满脸笑容的宁兴公 宁兴公刚来到县和乡的时候 是很有自信的 在县委办公室工作多年 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什么样的人没伺候过 但在王俭的争斗中 落败之后 他也就失去了自信 即使面对下属的时候都难以镇定了 感觉他是在求着杨军才 需要向杨军才示好一样 怎么说他也是乡长吧 不过现在却是在求着杨军才办事 当乡长当到需要求着下属办事 这乡长当的也太窝囊了一点 杨军才深知宁兴公现在的处境 知道他现在需要别人支持他 因此他没有必要在宁兴公面前表现得很小心 很谨慎 宁兴公决定不了他的命运 但他又很想帮宁兴公一把 算是对王俭要调整他的报复 看到宁兴公一时没有说话 杨军才主动的说道 宁兴公有什么事需要吩咐我老杨 请尽管说 乡长管财政 我们是一家人吗 杨军才说得大大咧咧 明显在支持他 宁兴公一时很感动 没想到杨军才会说出这番话 让他太感到意外了 如果乡里多几个这样的人 他的日子要好过得多 老杨 还是你理解支持我 我到县和乡时间不长 要说最支持我的还是你老杨了 前些日子县交通局给了我们一笔钱 这笔钱我决定先拿来修路 提前把乡门口的一条路修好 怎么样 宁兴公以商量的口吻说道 杨军才觉得宁兴公真的没有太大的魄力 越来越像郑氏光了 这种事情 怎么要他一个财政所长商量 要说就是像王俭说 怎么就在两委会上说 商量出个意见来 他执行就是了 现在来问他 他怎么说 他有权利决定修路 还是不修吗 宁兴公也不是不懂杨军才想的 那些道理 到两委会上 大家肯定是看王俭的脸色 而他也和王俭说完了 王俭都答应了 关键是现在执行的问题 王俭答应的事 如果财政所不给钱怎么办 现在只有杨军才支持他 把钱拿出来 他就有机会向外招标工程 做大声势 杨军才还是想支持宁兴公的 因此说道 宁兴长 我们是一家人 不说两家话 财政所只是管钱 但管不了怎么用钱 乡里要是修路 随时都可以到财政所支 但这事还是知会王书记一声 要不然我不好交差 杨军才的表态 还是倾向于支钱给宁兴公的 但他不可能为了宁兴公 就把自己置于危险之地 要想支钱 必须要有王俭的点头同意 即使是表面上的同意 宁兴公道 这事王书记已经同意了 而且让我专门负责修路事宜 如果杨所长你不信 可以亲自去问问王书记 杨军才一听宁兴公这么说 心道 这不是害他吗 让他去问王俭 明显能让王俭看出 他在帮宁兴公说话 而且以现有的局势来说 王俭怎么可能答应他 即使答应 也是应付 并不会出于真心 如果宁兴公真想从财政所之前 只要逼迫王俭打个电话给他就好了 杨军才微微一笑 说道 如果王书记同意的话 那就最好不过了 但现在财政所马上就要动人 我怕没有王书记亲自向财政所发指示 我同意之前 别人恐怕不同意 宁兴公一下就听出了杨军才的话外之音 问道 杨所长 你是说财政所内有人敢不听你的话了 是谁这么大胆 现在修路的钱是谁在管着 是胡斌在管 不过问题不是出在谁在管 而是谁有可能接任财政所长 我们本来是想让王美霞接任的 但现在看来恐怕没戏了 杨军才决定透露一点消息 给宁兴公 宁兴公顿时一惊 财政所长的人选可是让他来定的 现在杨军才却说王美霞没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急问道 老杨 你怎么知道王美霞没戏 杨军才说 因为王书记不同意 我猜测他有可能忠议于胡斌任所长 如果胡斌有所希望任所长 他还会听你我的话吗 宁兴公脸色煞时间白了 王俭明着放权给他 实际上还是死死的控制着 乡里的人事变动 他居然想用到胡斌当所长 王美霞没戏 这真是太让他感到没面子了 王书记已经放手让我选这个财政所长的人选 王美霞怎么就会没戏呢 杨所长 你听到的都是传言吧 宁兴公说出这种话的时候 都有点感觉自己都是自欺欺人了 杨军才冷笑了一下说 有些时候传言都被验证成真了的 而且这事不见得就是传言 完全是我精心的推测 宁兴长就不要怀疑这事的真实性了 如此说来 杨军才一定是得到了更加准确的消息 宁兴公感到心烦意乱了 一时生气的说 某些人手伸的也太长了 这样下去 当这个乡长还有什么意思 话一出口 宁兴公就感觉有些失态 不该在杨军才面前这么说话 这要是传到王俭耳朵里 不是加深双方的矛盾吗 不过又想了想 反正现在也有矛盾 无所谓了 杨军才看到宁兴公这种态度 就感觉他不会是王俭的对手了 作为一名官员 在面对对手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淡定和从容 不能让对手看出自己有丝毫的惊慌 要表现出一种让对手不安的不动声色 否则怎么能担当得起 与对手相争的责任 杨军才摇了摇头 显然是对宁兴公有所失望 宁兴公看到他这种样子 就知道杨军才也很可能留不住了 都怪他一时冲动乱说话 现在他感到身上的压力倍增 本来就是处于手势 现在又沉不住气 谁还会看得起他 杨所长 你别误会啊 我只是我一时气化而已 我既然来到了县和乡 就一定要为县和乡的老百姓 做出一点贡献来 路迟迟修不上 我们不着急 老百姓着急呀 我马上再向王书记汇报 我们要通力合作 宁兴公急忙解释道 那好 请宁兴长请示完王书记之后再说吧 杨军才不想再和宁兴公说下去了 站起身就要走了 宁兴公知道杨军才是在对他失望了 无奈也起身道 杨所长 慢走啊 看着杨军才离去的背影 宁兴公的心很失落 虽然向杨军才表示 要再向王检请示 但他却是没有心情再找王检了 王检现在没有把省交通厅的钱要来 肯定是不想先开工修路 否则别人就会嘲笑他一直搞不来钱 转而就会认为他宁兴公有本事 这种账王检怎么会算不清 因此即使王检表面上再次答应可以先修 暗中还是会阻挠他提前开工的 他没想到王检年纪轻轻 就会有这么多的算计 完全就不是一个没结婚的年轻人所有的心计 遇到这样的对手 还真是他宁兴公的福气了 在办公室想了想之后 宁兴公决定转而去求助任平易 任平易才是他的靠山 虽然任平易对王检也不错 但那不过是涉于王检背后的权威 但现在看来 他的关系并不是非常的可怕 任平易估计也在怀疑王检背后的关系 省交通厅的钱迟迟搞不来 估计任平易也有些急躁了 这时候到他面前一扇扇风点点火 肯定能让任平易向王检直接下达指示 先修路 宁兴公相信任平易会采纳他的意见 毕竟县河湘真正跟他一心的人是他 而王检的另一只脚还踏在刘青山的那条船上 想到这里 宁兴公起身走出办公室 喊上自己的司机 上了车向县城方向迟去 他要亲自面见任平易 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这本书叫扶摇直上 欢迎关注订阅转发和评论 喜欢我的播讲呢 还请多多打赏和赞助 感谢您的支持 想在第一时间聆听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登陆喜马拉雅 搜索大纲司令进行收听 讲书很辛苦 赞助很幸福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 鹅城之县 第108章 同学聚会 王检自从有了把同学秦正 介绍给韩玉婷的想法后 就开始操作把秦正调过来的事了 秦正当年与王检是高中同学 关系比较好 考上大学后就没有再联系了 秦正高考没考好 只考了个专科 通过失业单位招考 进了洋水乡水利站 水利站里在乡里的地位微乎其微 就是水利站长 在乡里中层干部之中 排名也是靠后的 毕竟现在不是大修水利的年代 水利工作没有那么受重视 水利站长都是如此 更不用说水利站里的一般职工了 因此参加工作三年来 整日里郁郁寡欢的 连老婆也没有找到 听到王检当了乡长乡委书记时 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后来被证实之后 几次想拿起电话打给王检 都没有勇气打 毕竟王检现在地位高了 打通电话说什么呢 虽然高中时关系比较好 但参加工作后就没有再联系过 现在一听说人家当乡长书记 就去打电话给人家 这目的性也太明显了吧 这种事情他做不上来 秦正的性格的确是如此 不会溜须拍马 脸皮也比较薄 要不然以他长得还不错的样子 还会迟迟找不到小姑娘 不过在别人面前 秦正还会吹嘘一下 王检是他同学之类的话 起初别人以为他是吹牛 但后来一拿出高中时候的毕业照 大家就相信了 乡里的人马上就对他高看一眼 心里在想 这小子肯定不会长久待在水利站 到时候找他同学一说 说不定就能提拔个官干干 谁知道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他不打给王检 王检也一时没想到他 直到后来一次同学聚会 有人提到他 他才知道秦正现在的境遇 接着韩玉婷又找到找对象的问题 他觉得秦正符合 因为秦正在高中时候就很腼腆 不是那种很强势的男人 才动了将秦正调过来 跟韩玉婷出对象的心思 王检就想搞一次同学聚会 把秦正也喊来 到时候和他谈谈 看看情况 王检在东庭县的同学 大多是高中和初中的同学 有些人高考考上大学后 也回到了东庭 其中有在县农业局上班的 邵明丽和关心夫妇 这两人同时考上县农业局的 事业单位后就走到了一起 刚结过婚 还有在县卫生局的李承真 县继生委的林娜几个人 这些人在王检参加工作之前 就上班了 而且都是在县职单位 因此刚开始也没有把王检当回事 说句实在话 那邵明丽在高中的时候 可是他的暗恋对象 但还是让同在一个单位的关心 追到了手 后来得知王检当了乡长书记 邵明丽连连说看走眼了 而那个林娜 李承真一直对他有意思 但林娜就是看不上他 知道王检当上乡长书记后 更是不愿意李承真了 动了要追王检的意思 但王检根本没有那种意思 让他很失望 王检让李承真通知同学聚会 专门让他把勤政通知来 就说是他要让他来的 李承真原来在高中的时候 很看不上王检的 因为他的学习成绩要比王检好 谁知道高考发挥失利 居然只考了个专科 虽然有些失望 但还是去上了 毕业后就考进了县卫生局 应当说单位也很不错了 但后来知道王检的发展 他只能连连感叹 一切都是命了 现在王检让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他希望有一天 王检调到县里当领导 然后他就可以飞黄腾达了 李承真就跟秦政联系 秦政一听又是同学聚会 就不想去 他觉得那些同学 都是在县职单位上班 就他一个在乡镇很没面子 参加这种同学聚会 就是一种煎熬 不如不去的好 李承真便道 王书记指明让你去 你也不去吗 秦政一问道 哪个王书记 李承真笑道 就是王检 你不知道他当上县委书记了吗 这是他着急安排的 还专门点名让你去 不知是什么事 你在县里边 过来和他拉拉近乎 可是对你有好处的哦 没想到王检专门通知他去 秦政心动了 好久没见过王检了 这回去见识一下 也是好的 想了一下 说道 在哪里去 天都石府 王书记买单 不吃白不吃 到时候准时过来吧 李承真道 秦政总算是同意来了 李承真挂断电话后 又向王检做了汇报 王检说声好 心里就在想着怎么向秦政谈调动的事情 开始王检想让韩玉婷也参与一下的 让他提前认识一下秦政 但转念一想 同学聚会叫着外人不大好 还是自己人在一起方便 到了周末 王检准时来到天都石府 这应当是一家比较高档的餐厅了 王检一下车就看到邵明丽和关心 以及李承真 还有林娜 已经等候在饭店门口了 唯独没有看到秦政到来 这些同学见到王检后都笑嘻嘻的喊道 王书记 王检边走边笑道 都是同学喊什么王书记 还是叫王检的好 上次聚会王检还是乡长 这次已经变成乡委书记了 大家自然要叫声王书记 王检不想在同学面前装大 称职务 每次都让他们喊自己的名字 有时候他们很听话 但有时还是会喊他的职务 大家都摆出请的姿势 让王检往饭店里面进 但王检却皱眉问道 诶 秦政呢 李承真故作生气的说 我们等了老大伙了 就是没见到他 这人怎么回事 比国家领导人还难请 话音刚落 大家终于见到姗姗来迟的秦政 正向饭店这边走来 看到大家都在等他 感觉有些不好意思 走到跟前 窃窃的叫了声 王检 你也来了 王检捶了他一拳 笑道 我当然得来了 你来的可是有点晚呢 秦政不好意思的说 我坐公交下了车 以为很近就走过来的 没想到还有这么远 秦政的家庭一般 生活不是很宽裕 要是其他几个同学 肯定是打个车过来了 但还是坚持步行过来 王检觉得他很能吃苦 拉他一把 应当的 好了 大家都进去吧 王检招呼了一声 大家又让开王检先进 王检无奈 这官当大了 到哪里都受到优待 连在同学面前都是如此 进屋后坐下 王检点了一些菜 上了几瓶白酒 同学之间自然也不会客气 酬光交错 就喝了起来 大家已经见识了 王检的酒量 只有秦政不知道 秦政没有别的特长 喝酒还是可以的 在洋水乡很少有人能喝过他 因此就想表现一下 也让王检高看他一眼 于是就连连于王检喝酒 王检看他酒量还真是不错 半斤酒下去 也没什么变化 这还真是个人才 让他在党政半干 说不定是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 邵明丽他们几个 本来是瞧不起 在乡下上班的勤政的 现在看到王检 和他喝酒喝得挺欢 都有些嫉妒了 无奈酒量不行 这事强求不得 只能从其他方面去讨好王检了 王检 你这当上一把手的滋味是什么样的 能跟我们说说吗 李承真先问道 引起大家共同的兴趣 果然 李承真话一出口 邵明丽等人都七嘴八舌的问起来 那态度显然是在追捧王检的态度 王检也了解他们这种心理 说道 这滋味可是不好受啊 吃喝拉杀碎什么都要管 一样管不好 就有人指指点点 你们是只看到当领导的风光 实际上没看到当领导的难处呀 王检一说完 大家都表示理解 一个个说道 这领导可是不好当 王检能当上这么大的领导 可真是费心了 大家嘴上虽然这么说 但心里却是想着当领导有多少好处 王检不过是在谦虚而已 要是当领导还不好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 削尖了脑袋都想当领导呢 说完这番话后 王检看向秦正 说道 秦正 我看你酒量很厉害 在水利站上班有点驱财了吧 话一说完 大家都看向王检 秦正也不知王检为什么问他这话 王检微微一笑道 我觉得秦正应当到办公室工作 陪陪领导喝酒应当是很能胜任的 秦正不好意思的笑了一下道 办公室可不是那么容易进的 那都是领导的亲信 王检道 洋水箱的办公室不好进 可是县和箱的办公室还是好进的哟 这话一出口 除了秦正还没有反应过来外 其他人马上明白了王检的用意 王检是想调秦正到县和箱上班 怪不得王检专门请他来聚会的 王检 你是想调秦正到县和箱上班 关心 很感觉有兴趣的问道 王检笑道 这要看秦正本人的意思了 秦正这才明白王检的用意 半天才说道 王检 你要是让我到县和箱的党政办上班吗 王检说 不错 到了那里可是你发挥所长的地方 你可愿意 秦正一时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 说道 能不能让我想一想再做决定 李承真在旁打了他一下道 你还想什么 这种好事 你到哪里找啊 这本书叫扶摇直上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和评论 喜欢我的播讲呢 还请多多打赏和赞助 感谢您的支持 想在第一时间聆听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登陆喜马拉雅 搜索大纲司令 进行收听 讲书很辛苦 赞助很幸福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 鹅城之县 第109章 撮合见面 秦正如梦初醒 这可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如果能得到王检赏识 以后可是有机会提拔了 比窝在洋水箱强多了 现在却说要再想一想 真是不懂得抓住机会了 看到王检突然想用秦正 在一旁正吃菜的琳娜 抛来了一个媚眼 不满了 说道 王检 你对我们同学要一视同仁啊 我们聚会好几次了 没见到你 让我们到你们厢干去啊 王检看了他一眼笑道 不是我想请各位去 而是怕各位没兴趣去 我想请你到县和乡 当寄生办主任 你可否愿意 李承真一听 王检要让林娜 到县和乡 当寄生办主任 马上坐不住了 要是到了县和乡 他与林娜见面的机会 就更少了 还怎么能追得上他 急忙说道 林娜 你就知足吧 除非让你去当乡长书记 否则还是老老实实 在寄生委待着吧 我们不能跟秦政争 他一直在乡镇上 再到乡镇适应的快 你恐怕就不行了 林娜转头看了他一眼 柳梅一竖 说道 谁说我适应不了了 我本身就是寄生委的 要当寄生办主任 正合适 说完转头又问王检 王检 你说的可是真的 王检只不过是跟他开了个玩笑 寄生办的职务 让方志明去做决定了 而且林娜为人任性 他当了寄生办主任 出于同学的脸面 要是在工作上犯了错 还不好拉下脸来说他 秦政跟他的情况不同 一是调他过来 是为了韩玉婷 二是秦政为人老实本分 能听话 跟林娜那种大小姐脾气 完全就是不一样 不过话已经说出口 这玩笑还得继续开下去 王检笑道 只要你愿意去 我就欢迎 不过 我就怕到时候 你受不了现和乡的条件 哭鼻子回去 你们几个在限制工作 只要愿意去现和乡做贡献 我都欢迎 大家一听王检这么说 就知道是开玩笑的了 即使让他们去 他们又愿意去吗 林娜却执意当真了 大概是想躲开李承真吧 大声说道 王检 我首先说了 我愿意去 有什么了不起的 到那儿 大小也是个领导 李承真急了 说道 林娜 你就别任性了 那个计生办的领导 可不好当 搞不好一票否决 不但是让你没脸见人 还会连累了王检 这种事 你千万不要做哦 林娜也不是不知道这种道理 但仍故意说道 我的事 不用别人管 王检见状笑道 好了好了 大家考虑好再说 总之我是欢迎大家的 来来来 我们先喝酒吧 大家这才不再争执起来 酒喝得差不多后 酒席就散了 散了后 邵明丽和关心 林娜都先走了 李承真和秦正还没走 李承真对王检道 王检 你千万别让林娜去你那儿 她去了只能给你添乱 准成不了事 你现在可是处在上升期 千万要以事业为重啊 李承真说这话还真是为王检好 但王检也明白她的小九九 笑道 承真 你和林娜之间什么时候能美梦承真啊 哈哈 李承真笑着挠了挠头 谁知道呢 走一步看一步吧 这妮子眼光太高 别泻气 坚持就是胜利 要用心才行 王检鼓励道 李承真连连点头道 我知道 王检 你的另一半决定了吗 别人都说你不找大官的子女 是不会结婚的 王检眉头一皱 问道 还有人没事说我这事 李承真道 官场上嘛 八卦的很 我觉得没必要当真 这婚姻都是靠的缘分 我也想找大官的子女 那现实吗 你条件好 你还是追求自己真爱的人可靠些 王检知道她处在高位上 容易引起别人的议论 但是没想到会有人这么说她 看来应当及早与西联兵的事定下来 最好把结婚证领下来 看那些人还有话说不 你说的很对 我可能快要结婚了 你也得抓紧吧 林娜人还是不错的 王检道 快结婚了 哎 对象是哪的 李承真盲问道 王检说 是县和乡的一个老师 不是什么大官的子女 那些人的议论可以停止了 老师也不错 我感觉挺好 那我就祝福你们 李承真说道 王检向她表示感谢 然后她就先走了一步 知道王检和秦政可能还有事情谈 李承真走后 王检对秦政说道 秦政 考虑的怎么样 愿不愿意到县和乡去 秦政说 我真能去得了 乡里要是不放我呢 王检道 没事 我跟你们乡的陈书记说一说 先借用到这边来 编制慢慢解决 秦政想了想点头说 那好 我一切听从你的 王检笑了一下道 我们是同学 我得尊重你的选择 现在还不是一切要听我的 如果真正到了县和乡上班 那可是真要一切听我的了 秦政笑了笑说 我决定跟你到县和乡去发展 王检点了点头说 这还差不多 你等一下 别忙着走 我再叫一个人过来 让你们认识一下 他可是你将来的直接领导 说吧 王检将电话打给了韩玉婷 韩玉婷接到电话后问道 王检什么事啊 王检道 我那同学想见你 你可有空 韩玉婷一下明白了 笑道 你们在哪呢 我这就过去 王检说 我们刚吃完饭 找个茶馆喝杯茶吧 韩玉婷道 好 我有个姐妹 刚开了个茶馆 那就去那见面吧 秦政在一旁 听着很感到奇怪 因为王检说他想见他 而他根本不知道 这人是男是女 听声音 好像是女的 王检的车没有跟着来 就和秦政打了一辆车 向茶馆持去 到了茶馆 秦政见到了韩玉婷 马上被韩玉婷身上的 迷人气息所打动 他感觉韩玉婷 不但长得漂亮 而且显得很干脸 很有女人味 在韩玉婷气质的逼迫下 秦政显得有些紧张 韩玉婷第一眼看到秦政 感觉这人缺少了一点男子气概 虽然长得英俊 看起来很养眼 王检在旁边介绍道 这是我们县的县团委书记 也是我们的乡的党委副书记 韩玉婷 这是我同学秦政 你们两个人认识一下吧 王检这么一分别介绍 秦政马上想起来了 原来这就是县里有名的美女团委书记 想不到也是大领导 韩玉婷很主动的对秦政说道 你好 我听说你就是到我们县工作了 欢迎啊 秦政很怀疑韩玉婷 怎么知道他要到县和县工作 但此时他说了 他也不能多说什么 只是结结巴巴的说道 以后请请韩书记多多关照 韩玉婷很爽朗的笑起来 别客气 你是王书记的同学 你也要多关照我呀 王检笑道 好了好了 你们别你关照我关照的 我们进茶馆里说吧 进了茶馆 王检坐下后对韩玉婷说道 秦政在高中时就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经常帮助过马路的老太太过马路 韩玉婷很感兴趣的问道 是吗 那真是太有爱心了 秦政感觉脸胀的通红 说道 没什么 小事一装 韩玉婷看到他这个样子又笑了起来道 小事里面见精神 秦政同学心地的确很好 看到韩玉婷在拿他打趣 秦政感觉有点坐立不安 出了汗 王检健壮 王说道 秦政的酒量很厉害 我想把他调到乡里后 就任党政办副主任 韩书记你觉得怎么样 韩玉婷收入笑容 我怕我怕我怕我搞不好 王检 王检道 你别担心接待有什么复杂的 只要你能喝 把上面来的领导喝好了 就算你完成任务 怎么样 秦政道 那我试试吧 王检笑道 你一定行的 以后你就跟着韩书记干 你们配合 准备问题 韩玉婷笑道 我们相互合作 没什么大不了的 秦政感觉真是好运来了 王检是他同学 支持他 帮助他 他能理解 但没想到这位韩书记 也是很支持他的样子 这真是让他受宠若惊了 而且 这个韩书记 还是大美女一个 以后可以天天看见他 岂不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吗 王检看到大家都相互认识了 觉得也差不多了 喝了点茶 就一起散了 韩玉婷开着车 把秦政送回洋水乡的车站 然后就和王检回去 在车里 王检问道 韩姐 感觉怎么样 韩玉婷道 各方面不错 就是感觉 缺少一种男人的阳刚之气 王检笑道 这正是你需要的吗 你身上阳刚之气过多 正好用来和他中和一下 如果他也是刚气十足 你们怎么能和得来呢 你们以后慢慢相处 也许就知道了 韩玉婷呵呵一笑 说 王检 你就想这么快把我出手吗 也许今后 我就独身了呢 独身 王检脸色一正 说道 独身也是一种时尚 你不会去追求这种时尚吧 那可不一定 韩玉婷头发一甩 潇洒的说道 这本书叫扶摇直上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和评论 喜欢我的播讲呢 还请多多打赏 和赞助 感谢您的支持 想在第一时间 聆听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登陆 喜马拉雅 搜索 大纲司令 进行收听 讲书很辛苦 赞助很幸福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 鹅城之县 第110章 压力来了 宁兴公驱车来到县尾大楼 想找任平毅汇报一下 王俭阻挠他先期搞施工的情况 任平毅在东庭县 已经待了快三年了 当初市委书记江明 可是抱着很大的希望 让他到东庭县来的 目的是让东庭县变一个样子 然后三年快过去了 除了搞了一个经济开发区以外 其他的还和三年前差不多 经济开发区搞了半天 也搞得他焦头烂额 因为牵扯到争地问题 当地老百姓没少上访 弄得他没心情 现在正想通过江明的路子 及早调出东庭县 但江明安慰他先不要着急 市里马上要空出一个副市长的位子 要给他争取 既然这样 任平毅才又安下心来 在东庭继续干下去 刘青山比较沉稳 在东庭县稳搭稳扎 潜心经营 渐渐在东庭县超越了任平毅的力量 这也是任平毅想发调走的原因之一 他现在没有别的想法 就是等任平毅调走之后 接任书记职务 因此虽然暗地里刘青山的力量占优 但表面上 与任平毅之间还是客客气气 争取换届的时候 任平毅不暗中倒他的鬼 任平毅的政绩不显 因此他非常希望下面的乡镇 自己能做出政绩来 这样他们的政绩最终也会成为他的政绩 毕竟他是领导嘛 但这东庭县的官场就是争权夺利的多 认真办事的少 任平毅再是用力 也没办法调动起这些乡镇干部的积极性 他也没法撤换他们 谁的背后没有力量 想撤换他们 先征求他们背后力量的意见再说 搞得任平毅一见到想干事 能干事的干部都两眼放光 希望他们能快速做出政绩来 王俭搞得农业结构调整 任平毅虽然也关注了一下 但由于农业结构调整不是一日之工 他需要有一个让老百姓接受的过程 政绩不明显 所以对此不大感兴趣 而当王俭提出要从省里要来资金修路时 他马上心动了 这事要是做出来决定是一件很显的政绩 上面领导下来一看就能看到 因此他就比较关注 但资金迟迟没有下来 又让他有些怀疑王俭的能力问题 毕竟年龄轻 谁知道这事靠不靠谱 宁兴公事先给任平毅打了电话 任平毅正好也没有其他活动 就让他到办公室里去 正好可以问问县和乡的各项活动和动态 了解一下王俭的情况 宁兴公下了车 就渐步来到任平毅的办公室 任平毅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 等着他 看到宁兴公到来 手一摆 说道 小宁来了 坐吧 宁兴公熟练的关上房门 走了进来后 就找了一处沙发坐下 看到任平毅的杯子里没有水了 又急忙起身 去给任平毅倒了杯水 作为一名曾经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这方面的服务工作 做起来是超一流的 看着宁兴公殷勤的模样 任平毅摇了摇头 觉得让宁兴公到下面乡镇 很可能是一个错误 要是让他继续在办公室干 说不定会干得很好 而到了下面乡镇 却搞不出思路 连一个年轻的王俭也斗不过 这让他 有心想帮他的这个县委书记 都没法说 不过这也不能怪他 宁兴公本人是急于想下去任职的 毕竟在县委办工作多年 为领导服务了那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谁能一辈子都干服务工作 到了一定的工作年限 下放去当乡长书记的很正常 不过也有直接到县职各大局 当局长的 任平义觉得宁兴公应当更适合到局里当局长 而不是到下面乡镇去当一级政府的一把手 这一局里的工作情况和性质完全不一样 想定啊 到了县和乡工作后感觉如何 和小王配合的还不错吧 任平义习惯性的问起一些闲话 算是谈话前的热身 其实宁兴公与王俭之间的关系如何 他比谁都清楚 各方面上来的信息很多 不需要当事人的主动汇报 宁兴公倒完水 坐下后双手交叉 在前方说道 乡镇工作还是比县委的工作复杂 以前在县委办不用做决策 到了下面后就不一样了 需要考虑很多东西 但总体来说 感觉还是不错的 很锻炼人 王俭书记年轻有魄力 我与他配合也很好 宁兴公在任平义面前肯定不能说干得不顺利 即使任平义知道这个情况 他也不能这么说 有些时候那层纸不撕破就好了 如果到了撕破那层纸的时候 他这个乡长也就不能干了 与王俭的关系也不能说得太僵 否则也不好看 无论怎么闹 表面的团结必须是维持的 任平义笑了笑说 那就好 一定要搞好团结 团结才会有力量 这是我们党的基本原则 我也就不多说了 你有什么事 就尽管汇报吧 宁兴公知道任平义刚才的话 不过是形式之语 反正他作为领导 不能说让下属不团结的话 其实县委内部也不是那么团结的 但还是要把团结的口号叫得震天响 这就是政治吧 是这样的 任书记 县交通局给了我们一笔修路款 我的意见是先修路 而王俭书记 却说要等省交通厅的钱下来 然后再一起修路 我们两个人之间有了一点小分歧 虽然我们也彼此同意对方的意见 但我觉得省交通厅的钱迟迟不到位 与其等到一起修 不如现在先修 可以加快工程进度 我就想向任书记汇报这个事 争取任书记的支持 宁兴公到 宁兴公与王俭之间发生的事 任平义并没有打算介入 一是王俭是一把手 二把手听一把手的天经地义 而二把手想跟一把手抗衡 那就需要个人实力了 如果个人没有实力 还想跟一把手抗衡 那就显得很愚蠢了 宁兴公虽然不是太愚蠢 但任平义不想公开支持他 而让王俭心有不快 再说他是县委书记 应当于县委书记持相同的政治立场 支持宁兴公不就是作俭自负吗 让下面的人去支持县长刘青山吗 宁兴公与王俭在修路问题上相争 显然各自有各自的小算盘 王俭不让宁兴公先修路 既有想等省里的钱下来统一修的考虑 也有不想让宁兴公出风头的意思 现在宁兴公把这个问题摆给了任平义 不过是想让任平义支持他来与王俭对抗吧 虽然这里的厉害是这样的 但任平义现在也有些急躁了 王俭从省里迟迟要不来钱 不能不让他担心 如果能借机给王俭施加点压力 说不定就能让王俭快一点从省里要来钱 如果再要不来 那就说明王俭没有那么大的能量 对他也就不用再怎么重视了 你听说王俭从省里什么时候能要来钱 要是能要来钱一起修是应该的 要不然先修后修的麻烦 任平义淡淡的问了一句 宁兴公道 王俭虽然嘴上说很快竟能到位 省长都签过字了 但迟迟不见动静 不知他要玩的什么滑招 光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 先动弓有什么不好 可以让上面看到你真干了 到时候钱自然就会投下来 宁兴公的话不是没有道理 任平义觉得王俭 执意不让宁兴公先修路 有点过了 看来是要帮宁兴公一把 给王俭一点压力 促进一下献和乡的工作 想到这里 任平义道 这样吧 我给王俭打个电话 问问情况 如果再要不来钱 你就先修 总不能耽误乡里的工作 任平义终于开口支持他了 宁兴公一阵窃喜 有了任平义的金口预言 就有了对抗王俭的资本 这回看王俭还怎么应对他 任平义也是一时想急于出政绩 想加快发展 无形中做出了支持宁兴公的决定 等宁兴公走了之后 又有点后悔 其实他完全没有必要向宁兴公表态 可以告诉他了解情况后再做决定 作为领导 不轻易表态是一个基本守则 没想到一时糊涂 违反了 王俭这几日其实心里也急 从省城回来 快速制止了宁兴公的征权行动 各方面还是比较顺利 但省里的钱迟迟要不来 却是一块心病 叶凤灵还没有给他消息 想来事情确实不好办 而且还有一个工长丘 在那做梗 如果再要不来 事情就要出大麻烦了 害怕什么就来什么 任平义很快就打电话给他 问省里资金的事 客气了一下 任平义就问道 小王 省里的修路资金快到了吧 王俭心里一记 说道 任书记 快了 主要是手续麻烦了一点 要不然早就到了 您就放心吧 王俭不得不撒了个谎 不管怎么说 先硬不过去再说 任平义听到这话 放下了一点心 下面想说 让任新宫先修路的事 也不想再说了 反正已经跟任新宫表过了态 再向王俭提起这事 就更不好了 不如一碗水端平 让王俭 感到他很公正 小王 这事儿你很用心 我也很放心 但省里资金一时下不来 别人就会有议论 你还是抓紧催一下 县交通局给你们的资金 你统筹考虑一下 如果能先修就先修 不能先修 就等资金来了 一块修 任平义说道 请任书记放心 我会统筹安排的 王俭 答应道 这本书叫扶摇直上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和评论 喜欢我的播讲呢 还请多多打赏和赞助 感谢您的支持 想在第一时间 聆听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登陆喜马拉雅 搜索大纲司令 进行收听